艾爾巴達大學醫學系教授 邁亞利斯特領導的研究團隊 分析新冠疫情在3月至9月期間 亞省2,463名兒童的檢測結果 研究指出多達1,987名兒童的檢測結果一位陽性 其中714人 也就是35.9%的感染者為無症狀患者 邁亞利斯特指出 與成年人相比 兒童傳播這個病毒的可能性較小 但風險並不等於零 研究團隊還發現 儘管吸受流鼻涕和喉嚨痛 是兒童感染新冠最常見的3種症狀 但這些症狀也出現在檢測呈現陰性的兒童中 因此如果只是用這3種症狀 並不能判斷出新冠檢測結果是否呈現陽性 團隊在另一項即將發表的研究報告中指出 喉嚨痛和流鼻涕 也不是成年人感染新冠的可靠症狀 儘管有84%的成年人感染者都呈現了相關的症狀 麥亞利斯達說 喉嚨痛和流鼻涕意味著病人出現某一種上呼吸度感染 但發燒頭痛以及失去味覺或臭覺 才表明一個人可能感染上新冠病毒的最主要症狀 他還說 在新冠病毒的成年人感染者中 惡心和嘔吐並不常見 有一些感染新冠的人士感覺良好 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染病 從而在無意間將病毒傳給其他人 此外 亞省省長康尼也都在近日的記者會上 宣布一系列針對學校、教堂、餐館和零售店的新限制措施 其中 從11月底開始 亞省七聯邦至十二聯邦的學生全部改為網科 其他所有小學生將會在12月18日後全部改為網科 自指到目前 亞省總確診的人數為58,177例 有16,454例為活躍病例 死亡人數為541例 其中已經有26所學校因出現5例以上確診病例 而進入重點的監視狀態 6所來自卡卡里、14所來自愛媛頓